看着这些鬼魂连自己都不认识 像僵尸一样在山谷里缓缓地移动着 叶小说心中诧异至极 突然一到人家从对面山谷飘来 落在他身边 是雪妻 你干什么去了 雪妻冷冷地看着他 说道 我 你答应过我 永远都不会骗我的 雪妻悠悠地说道 叶小说低下头说道 我去见叶少阳了 这个回答 没有让雪妻感到吃惊 什么也没说 拉着叶小说的手 一路飞上了山顶 站在悬崖边上 望着隐仙及所在的远处 悠悠地说道 我就知道 你会这么做的 我这么做 是为了你 叶小说说道 我知道我没办法说服你 但是我必须要这么做 十年过去了 小说 你一点都没变 雪妻低着头看着山谷 内里飘来飘去的鬼影 说道 从我们死的那天起 就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可是你 偏偏要破坏它 他伸出手指向那些鬼影说道 如果不是你把叶少阳引来 这些鬼魂也可以像我们一样 无妖无虑地生活下去 而现在 他们却变成了这个样子 叶小说惊道 他们是怎么回事 雪姬难难地说道 先娘在望穿水中 投入了自己不分怨气 他们喝下去后 邪念萌星 已经变成了可以操控的利鬼 叶小说神奇了一口气 说道 咳 先娘这事 他主动出击 进宫引仙集 雪姬转过头来说道 既然被叶少阳发现鬼闲村的秘密 他早晚回来进宫 这家伙诡计多断 先娘对他也是有些忌惮 索性主动出击 困死他们 他转头看着引仙集的方向 难难道 要不了几天 引仙集就会变成一座血的地狱 叶小说整整地说不出话来 这一时候 雪姬转头来到他面前 用手摸着他的脸 深情地说道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这一次 我不告诉先娘知道 但下一次 不要再做这种蠢事了 他的手指 突然插进了叶小说的脸皮里 用力朝下面撕开 鬼身受伤 叶小说痛苦万分 但是他一直直挺挺地站着 没有动 记住 你唯一需要服从的 就是我 雪姬将他一整张脸皮给撕了下来 看着他 疯狂地大笑着 招待所也兼做餐饮生意 虽然口味一般 但是比较方便 至少不用出去 傍晚 夜上一行人就在招待所里吃了饭 小师弟 有件事情我一直忘了告诉你 吃完饭 老郭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白纸 展开来 提给叶小阳 上面有黑色的水笔 写出来的几行字 叶小阳一看就知道是师父写的 一边看 一边慢慢地读着 二龙相争 一龙伤 两道相遇 一道王 八千女鬼 男所命 二十一点 不能长 转头看着老郭说道 这是师父留给我的 老郭点头说道 嗯 这是上次对付混沌之前 师父当时在我那 提到你的事 然后写下了这几句节语 别的什么也没有说 你自己参悟吧 夜上宁神地反复看了几遍 说道 前面两句话 很好理解 二龙相争 一龙伤 两道相遇 一道王 就是说 我遇到一个对手 两个人只能活一个 不过这里说的二龙和二道 指的是不是同一个对手 那就不知道了 老郭点了点头说道 嗯 我自己也想了很久 这里面说的二道 会不会是说你和道风啊 夜双沉咽起来 说道 但愿不是 老郭又迫不及待地问道 后面两句话呢 看上去有点吓人 八千女鬼呀 什么意思 夜少阳看了一眼 笑道 哼 我在上山的时候 师父经常写这种节语送人 我看得多了 也能摸到点规律 师父写的节语 不是藏头 就是拆字 这后面两句 显然就是拆字式 只不过 我是道士 八千女鬼这四个字 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误解 觉得跟鬼怪有关 其实 这就是个谜 说着 从兜里摸出一支笔 在纸上 安顺序写下 八千女鬼四个字 只不过 是写在一起的 组成了一个字 老郭等人 立刻凑上来查看 喂 小马争主 挠着头皮说道 八千女鬼 别说 还真是魏子 叶小萌皱眉眉道 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八千女鬼男所命 意思是说 一个与魏子有关 或者姓魏的人 不能把你怎么样吗 叶小洋点了点头 从字面看 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仔细思索了一下 自己身边 好像没有姓魏 或者叫魏的人名 于是 暗暗记在心中 将来万一遇到 一定要注意 那最后一句呢 二十一点不能长 叶小萌说道 叶小洋再度运用拆字法 去针对 二十一点四个字 看能否组成一个字 刚有一点灵感 突然招待锁的大门被推开 一个身影 从夜幕下走了进来 叶小洋抬起头看去 是蒋建华 今天中午吃完饭 他就提前离开了 继续调查 叶小洋之前 交代他的事情 蒋警官 有事 叶小洋看出他表情一样 起身问道 蒋建华点了点头 反身把大门关上 有些紧张地对叶小洋说道 我查到一个关键线索 这里 说话方便吗 都是自己人 你只管说 蒋建华向前几步 来到叶小洋面前说道 我根据那辆奥迪车 查到了背后的主人了 叶小洋一睁 这才想起了事情的原委 皱眉地说道 你上次不是说线索断了吗 是的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调查 就是在刚刚 才查出了真相 我怕打电话不安全 想当面跟你说一下 是这样的 叶小洋打断他说道 过场就先别说了 你直接说结果 那辆车背后的主人 是谁 蒋建华神兮利口气 说道 汪清风 是 王大善人 众人恶人 叶小洋 睁睁地看着他说道 确定 蒋建华说道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这种事 我怎么敢乱说 欢迎订阅 不愿意 不愿意 我 不愿意 不愿意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